好,歡迎收看伊達哥仔 又是時候說說我買了什麼了 對上一次拍那條買東西的片段 現在好像相距了幾個月了 這次是大貨幣,很昂貴的東西 這次就還沒找到 但依然就去買很多拍攝上面的東西 我全部都是買拍攝的 反正都是這樣 我這條影片就一次要告訴你們 我平時拍Youtube用什麼工具 好,第一樣就是這個相機背包 因為用普通的背包 你放相機下去會很麻煩 你有時候找出來的時候 又可能要拿走其他東西 還有好幾次放在背包裡抽取相機鏡頭 改是消失了 跌了但是很危險 所以就買了相機袋 這個袋在Lokon也買回來 就600多元 對我來說算是偏貴的 但因為會有牌子用 所以就... 大家明白了 它有好有不好的 那就當然要先說這個案子的東西 第一樣就是你背上身後 這條帶是舒服的 但因為始終都是廚房 它這兩條帶就會慢慢的 舒服的 削到它覺得它又不下跌 它又在你肩膀的位置 你經常都覺得它會下跌 但是它又不下跌 你又不敢試 它是不是真的會下跌 我感覺到它自己都知道是壞的 就弄多了一條這樣的帶 然後就被扣在中間的東西 但是整件事呢 你又不扣 它又不扣 整件事 不是 那些人不扣 什麼東西都扣 我想就是它影響我不到 那所以呢 我都想過為什麼會構成這個設計 應該是隨便的老闆 還是隨便的員工 首先就是員工做完袋子 跟老闆說 老闆的袋子做好了 然後老闆就說 揹上去也挺舒服的 但是為什麼呢 好像要帶一杯水 然後員工說 很簡單 你看我扣你了 扣要 就行了 然後老闆就說 那也是 真的搞定了 然後這個袋子就彈出來了 你會不會想到太兒戲了 蛤 不然為什麼會有這麼白癡的事情 第二個缺點 我先說一些缺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心目中的相機袋 它拔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現在是這樣 拔出來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櫃桶 我希望它是一個櫃桶式 拔出來的時候 在這裡就拿相機出來 但其實不是 它是你開了這塊東西 拔出來之後 你還要開了一塊 然後才在裡面拿東西 對於我來說 就已經是多了一種功夫 這個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可能有原因 我認為是 你會不會硬弄到它不好用 其實我會比較貴 我會比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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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買了六百多元 我怎樣都要用幾年 所以我除了它就爛了 所以它爛了 所以它爛了 好了 那時候說一句有什麼好 有的 它有很多間格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房間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做了超多暗格 我平時會用來放 powerbank 這裡會放配件 是多的 兩邊都有很多拉鏈位置給你收東西 而就這樣一個方形的位置 你不是帶褲子 那些只是為你出去拍攝用 我自己覺得很夠用的 那後面這個 就是給你用來專貨MacBook的位置 夠大了 17吋15吋 因為我沒有MacBook 所以我稍後會買MacBook 所以我稍後會買MacBook 很難貴 前面都有幾層的 這裡可以放東西 這裡也可以放東西 另一邊有沒有 我以為有 下一邊沒有 好 那現在只是說一說放相機的袋 那我就習慣了兩邊 這邊我們放相機 這邊我們放鏡頭 裡面有一些讓你自己用間房用的 這裏可以放三個小鏡頭 或者一個生氣出來 拔走這兩發電影 然後放一個大鏡頭 那這裏這麼大個洞 就主要是放整個相機 好 這裏六百多元買單 那拍片方面的機器 那第一部 之前你們見過的 你不要放我的樣子 拜託你 OsmokePodcat 那它在我試用了一段日子之後 就發現它收音是一般的 但是它又有出到這個麥克風 去接駁 那但是我就沒有買到 那因為我現在主要不是用它來拍攝 那它會用來拍些什麼呢 例如我這裡有樣東西想拍近鏡的 那我就會放在一旁 然後直接拍著那樣東西 就是因為它前面有Stabilizer 所以用來拍一些順滑的鏡頭 是挺方便的 順著歷史去告訴大家 之前在Room Talk 跟大家說過 這部DV 是由搞屎棍坐成立的時候 用到現在的 那現在有些時候還會繼續用 因為它可以很快地對焦 那有一些 我想用整個畫面的鏡頭 都會用DV來拍的 而且它可以鬆得很遠 如果我想拍一些很遠的東西 都是會用DV來做的 多於用相機 這個就是Shopapar搞屎棍 我很想要一部 拍得清一點的相機的時候 我求我姐姐借錢給我買 到現在還沒還錢 然後就是Ockman借給我的M50 探訪學校的影片 就是用M50來拍的 它是一個超方便的 走著鏡頭拍的機 因為它很輕 並且它對焦的 我自己都覺得不錯 這部就是Canon的EOS 6D Mark II 是我現在最主要用的機 那這一部呢 要好多謝我的學生 Normal 是它借著我給我才贏 我會好好地將它發揚光大 而且保養得很好 我沒有說 這個是什麼風格 啊 啊 當我學生借了這部相機給我的時候 就開始掉了這個 回到你轉頭的心圓 首先我學生的好保 就連鏡頭都一次過借給我 那就是本身這個 6D Mark II跟機的KID鏡 還有這一支 我自己會用來專拍人像的 50mm光圈1.4的鏡 那本身其實這支鏡 都已經很漂亮了 但因為它是24-70mm 那我用來拍攝自己的時候 就會變得只剩下頭 後面的東西可以看得到 你們再看一次 我和女朋友去玩彈珠機的影片 就會看到的 所以我就非常等本地去買了以下這支鏡 就是你們要一看今年的這支鏡 那我拍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一支 那這一支就是16-35mm 2.8光圈 那因為它是非常廣角的 那所以就算我用來對著自己 都可以拍到後面的東西 那如果有一支對我來說 這麼貴的鏡 就當然要再買到你周邊的產品去保護它 那就是買多了一塊 這樣叫做雷鏡的東西 那就是這個了 那這一塊就是它的雷鏡 那最主要其實不是用來改什麼顏色 最主要其實是保護作用 那有人有什麼可能會 譬如有些東西可以彈到鏡頭 那又要爛要髒 都是弄髒它 這個都不便宜 我在深水保護那裡買 二百幾三百塊 希望你們最近看到的影片 都會覺得畫面是好了 譬如我之前去觀眼湖 那影片遲些有得看的 全程都是用這個組合去拍的 那其實超重的 那鏡頭就七八九十克 就是差不多九百克 各部相機都六百幾克 那就是差不多就拿了成公斤上手 這樣走來走去 那就是希望畫室可以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更漂亮一點的東西 這支就是平時拿出來拍VLOG的腳架 一百七十塊在深水保賣 超級划算的 我覺得它是叫做適合我VLOG 成公斤的相機 還好 因為有些如果是用膠做的 它會爛的 會鋪不塞 那這一支除了夠力之外 它還可以做一個短腳架 好帥啊這支東西 怎麼過分 當然它不可以說涼得很高 但是慶負出去走動的環境 我覺得這支東西真的算不錯 一百七十塊買的 暫時覺得最划算是這支東西 Focus 不到 到最後就是身後這個大型貨物 它是一個防潮箱 是經過Unnut和我學生的威嚇和FF的壓力之下買回來的 它就是買了一個這麼貴的鏡頭 你不是買一個防潮箱 保護它 如果潮濕怎麼辦呢 於是我就跑去買這個防潮箱 那這個箱子我會在深水埔營機買的 那就是830元 然後它有三層 我自己覺得剛剛好夠用的 那我就會這裡用來放 電影那邊 這裡用來放一部 6V 這裡用來放鏡頭 但是它的樣子 真的好像那些舊式的消毒本櫃 這裡就是給你設定 你想要可以收到多少 然後我問營機的員工 他就跟我說最好50 因為不會太乾 會最低的就只有20-50度 但是因為鏡頭有很多東西都是用膠 如果太乾的話 那些膠有可能會黏 所以就50度就可以放鏡頭 其實你可以放其他東西 就是你不想變黃的書 不是黃書 就是你不想那些葉變黃的書 其實放進去 所以不太好 我賣完拿回來 我看了一張說明書 然後它有LED燈班 然後我看了五腳 然後我看了一張說明書 這張燈剛好後面 就有雙面膠紙 所以我現在就會將它 你這麼喜歡這東西發光 你買這張燈是萬能的 對 你想什麼發光就黏上去 黑肉 黑肉 現在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一炒就回不了頭了 我自己覺得 它這麼硬 這個是有個洞 讓你鑽進去 很便宜 那個黏住肉 沒事沒事沒事 接著呢 就到我這裡等著吃了 好了 那為什麼這裡會沒有聲音呢 我拍了一條講器材的影片 這次就是器材糟糕 麥克風插了 所以現在什麼聲都沒有 我應該大概都是說 這次真的存了很久錢去買了鏡頭 希望大家之後就看畫質可以漂亮一點 好 這次的器材介紹就到此為止 記得訂閱EG大哥仔 訂閱我的影片 Instagram和Facebook 記得追蹤我 逢星期三星期日出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